以色列绑架联合国工作人员 用酷刑逼迫他们做虚假的陈述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中成Talk 自去年10月 巴以冲突重新爆发以来 新兴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彻底扒光了以色列虚伪的面纱 而随后几轮联合国的调停干预 都受到了美国插手阻挠 乌攻而返 这也让以色列愈驾疯狂 而在最近又有一个丑闻被曝光了 以色列正在摧毁中东最后的规则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向外披露 今年2月份 联合国在加沙的部分工作人员 在给联大会议的报告中声称 他们和哈马斯有联系 并假借联合国的名义 参与了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 然而这份报告的内容 根本就是在以色列逼迫下写的 虚假陈述报告 按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说法 在以色列军队进攻加沙之后 很快绑架了数十名当地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人 在被绑架的过程中 那些人遭到了酷刑 包括但不限于殴打水行 当面伤害其家人等行为 用这种方式逼迫那些联合国工作人员 在给联大会议的报告中做了歪曲事实的传述 事实上 以色列用这种方式打击联合国在中东地区的机构 恐怕不过是他计划的一环 本质上来说 它是二战以来美苏亚尔塔底细下建立的基本国际秩序 已经阻碍了美西方集团拓展它自己的利益 美西方已经在肢解这些拦路的联合国机构 此前以色列声称有至少1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到了去年对以色列的袭击 而随即美国英国德国在内的16个国家 前后宣布终止对该联合国机构4.5亿美元的资助 很快让中东地区联合国机构的救济资金难以维持下去 很明显这个事情他们是早有预谋的 坦率的说 现在以色列的种种行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和打击 核心还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需求导致的结果 而一旦美国霸权再也无法顾忌到中东 只怕以色列现在打破的种种中东地区最基本的国际游戚规则 都将一一回馈到以色列本身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 上一个百年 犹太人的遭遇获得了全球广泛的同情 可下一个百年 当犹太人再次撞见相同境遇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提议他们同情呢 我们聊到以色列 倒是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 之前我们中国不是多次提出希望巴以双方搞两国方案吗 其实那个方案真的算是一个比较中立 甚至是考虑到了双方利益的框架了 短期来看 巴勒斯坦处于弱势 想要反击以色列 以弱机强 尤其是在美西方还在支援以色列的情况下 巴勒斯坦人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 对巴勒斯坦来说 现在建国保持勉强的和平状态 紧快发展 其实才是第一要务 用我们当年的逻辑来说 存人是地 人地皆存 存地是人 则人地皆实 而对于以色列来说 一旦美西方集团衰落 无暇顾忌到中东 到那时 恐怕他想要退而求其次都得不到了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